再連成幾個 飛靈像這樣 這個你不好意思 要從圖裡面去畫一下 圖 第一個你先從側邊的部分 從那個面的部分 ok 所以呢像這個地方 這個有過去跟回來的吧 那這個你找出來的話 你注意聽喔 這個如果你找出來的話 來看這裡看這裡 代表這條線 這條線跟這條線的那個左右都不用算了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一樣對不對 所以你再找出一組那個長就可以了 因為你總共有四個長嘛 啊這四個長的那個項鍊應該都一樣才對 就這樣兩個的 再來這裡也是一樣 是不是一樣前後對不對 既然這長出來再把那個寬的部分 那六三格你也不用找的都一樣 再來看高 好 這樣這邊也有六格對不對 有六格 好 再看這邊 這個是根據面的部分 就是根據它的外圍部分 接下來看裡面 我講裡面是說 我會從這個點 有可能從這個點 跑到這邊來 齁 像這種也會有吧 對不對 那像這種情形的話是 這邊 還有沒有回去 這樣兩個對不對 那這邊有的話代表 另外那邊有沒有 這個地方 另一邊畫 因為大公一樣 好 這裡是不是也是一樣的狀況 所以是一樣有兩個 好 所以有兩個喔 ok 然後這邊有的話呢 另外那邊就是 如果前面有的話 後面也會有 就不用找 那這邊也是一樣 側面的部分是不是一樣 會有兩個 齁 一二三四 所以總共一樣有四個 代表左邊的部分 左右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找一組就好了 上面也是一樣 一 二 三 四 對不對 所以總共有四 這邊這邊 這邊總共有六個 這邊的話是 一二三四 對不對 這有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所以總共有十二 ok 好 然後再來 這個 這邊的呢 這邊的話呢 這邊 還有不知道哪一個部分 就是這裡 不好意思 你要看那個側面的部分 這邊 這裡 一個 對不對 然後 兩個 然後還有 這個如果有的話 這邊是不是也會有 一個 兩個 還有這邊 一個 兩個 你聽懂我叫什麼嗎 我意思是 如果是這個頂點 配上這個頂點的話 就有兩個嘛 對不對 然後我都不同顏色 這樣幫助你去看 這個頂點跟這個頂點呢 也會兩個 另外一個 對不對 還有一個 我再用不同顏色 用 呃 好 用這個 這個顏色 這個頂點 這個頂點 跟這個頂點 也會有 對不對 也會有兩個 再來一個 黑的好 這個頂點 跟這個頂點 也會有兩個 所以總共有幾個 八個 所以答案就是 6加12加8 OK 這個答案就答應了 26種 26種 好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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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